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黑 今天要來預測一下 我們今年的年度MVP 最佳金木獎 然後年度新榮獎 以及年度最佳總教練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開始預測吧 首先是年度MVP的部分 我們大家應該都會選出三個 比較可能會競爭的 首先是 兄弟兄弟的德寶 他去年就拿到年度MVP 實力也是被大眾們肯定的 不過 不過今年布雷克進步的真的非常多 也拿下了聖頭王 因為今年球不彈了 大家都會覺得 可能 投手的成績會比達者好 但是其實這也敷衍出 熱天桃園朱玉璇的全雷達能力 朱玉璇 是今年唯一 打下20大關的選手 全雷達慘量真的非常驚人 雖然比去年 還要退步了許多 不過因為今年球不彈了嘛 所以其實這種成績已經算是 非常的厲害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應該是德寶 他一整季下來 就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投手 不過呢 不過布雷克有可能 布雷克的勝投比較多 但是 布雷克他的 被全力打率先高 而且 德寶拉也搶下了兩個獎項 我個人覺得 年度MVP會是德寶拉 你們覺得呢 接下來是最佳進步獎 去年是正軍人 今年 我個人覺得 會是熱天草原的秋丹 秋丹在2019年 2020年就有上場比賽的紀錄 不過 並沒有繳出什麼好成績 但是 來到了今年了 出賽場次變得許多 並且還打出兩隻全力打 打擊率也升高了不少 我個人覺得 最佳進步獎 會屬於秋丹的 接下來是年度新人獎 我就先 拿出三個 然後 另外一個 要不要登陸進去 就 另外幾個要不要登進去 就看了 對不起 講錯話了 首先是郭天信 郭天信今年不管 首輩打擊 都比較好 但是可惜的是 就是 上半季的時候 郭天信都在 去適應一軍的投手嘛 所以成績自然很不漂亮 但來到了下半季 反而就是 就像是聯盟頂尖的打者一樣 真的是安打製造機 不過來到了 來到了 富邦這邊 我個人覺得應該會是 曾俊悅是個人選 為什麼呢 因為曾俊悅 因為 今年不只當過穩定的中級 當中級 也非常穩定 三陣能力又不錯 防禦甚至 非常的低 然後 衛全龍部分 還有一個 投手 也就是 許若曦 許若曦 他這個 新生代的火球男 不過 不過 他 還是有投球限制 所以 可能 出代技術少了一點 投球局數也蠻少的 不過 他的表現還是不錯 有優異的三陣能力 接下來 其他幾位 我個人覺得 有可能是 李凱薇 宋承瑞 之類的 好 然後 我個人覺得 可能會是 郭天信 畢竟 郭天信這種身材 能打五隻拳雷打 真的 不簡單 來到了 今年的年度 最佳總結 我個人覺得 會是 中興兄弟的 林威祝 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他今年 代理的兄弟 拿下了總冠軍 第一個點就是 他真的很了不起 原因 前半 下半季後半段 狀況非常不好 但是 有老將帶頭 並且在狀況 比較不好的情況下 進入總冠軍 居然還能直接 連拿四勝給 同一力光頭 所以我覺得 年度 最佳總結 就是林威祝 你們 覺得呢 雖然不知道 準不準 但是 還是希望 準一點啦 以上就是 我的預測 你們跟我一樣嗎 請在留言區發言吧